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来自英国的经济学人 文章就特别提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很不同 如今欧洲各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打关税 摆明就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一众欧洲国家都对中国不友善 但是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英国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唱反调的 可能正因为英国一向喜欢唱反调的原因 所以他们也退出了欧盟 如今英国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和欧洲其他国家真的很不同 这一点他们和美国的刺事方式也很不一样 美国是最早的国家就是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而后来美国也都成功影响得到欧盟加入封杀中国电动车阵营 不过欧盟的制裁力度当然就没有美国那么厉害 为什么英国有这样的态度 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说到目前英国的司机燃政府 他们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 还说今届的政府很明智地选择了和保护主义的行径保持距离 那究竟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就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七月上台之后的工党政府 就担心会遭到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的反击 而且中国出手一定不会手软 肯定是会针对着英国的痛处来去追击的 之后的文章也分析要知道中国是努斯莱斯、奔利及迈述历港的汽车製造商 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 而且这些品牌在英国汽车行业也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如果中国出手针对英国汽车业恐怕将会对英国造成重击 而且中國的報復行動是非常多樣性的 中國可以不單只局限於汽車行業 更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不同的產品 例如蘇格蘭的三文魚和威士忌 這些產品一向都有大量出口到中國 所以對英國來說 這些產品的市場是不能失去的 尤其是如今英國政府 較早前都已經在一次記者會上說明 目前英國正正在經歷近代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政府目前就有200億英鎊的資金缺口 很多地方政府已經宣告破產 英國的經濟如今可謂岌岌可危 還有就是較早前司機嫌也預告了 將會在未來十月份的預算案 就會公佈他們加稅的措施 所以如今英國的經濟可謂岌岌可危 根本完全是沒有本錢失去任何市場的 還有就是從蘇格蘭出口的三文魚 威士忌等等都是屬於一般被視之為工黨的老巢 而且都是屬於一些偏遠的地方來的 對工黨政府來說就更加不可能會犧牲農民或漁民的收入 不過據說這篇文章在較早前的版本 原來也有特別提到英國的工黨曾經在態度上跟美國一樣 尤其是在之前競選期間也提出所謂 安全經濟學的說法 那什麼叫安全經濟學呢 其實就是要學習美國 學習美國不就是意味著要採取貿易保護措施 但是工黨上台之後這些說法就沒有再說了 明顯的就是如今的工黨政府是推翻了他們在選舉前的一些宣傳 話就說要去風險要保護本土經濟 但選上了之後這些就一概食言了 我認為政客食言就很閒的 而且作為執政黨的工黨不輕易放棄一些市場 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有時我們也不需要太過在意或者太過專注一些政客的話 為了選舉什麼都敢說 到選上了之後說過的話就當憤不自抹了它 這些就是選舉制度下的政客都通常會很容易沾染到的漏襲 說回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當中也特別提到在7月份的時候 當時在意大利就舉行了七國集團部長級會議 在這次會議裡面 歐盟就向中國的電動汽車發難要威脅加徵關稅 至於當時英國新任的貿易大臣Jonathan Rhinos 他就說我們英國就不打算要求英國的貿易處調查中國的電動汽車 他說這番話根本就是和其他國家對著幹一樣 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然後他也有進一步解釋的 主要原因就是英國就很擔心中國製的電動車可能會帶來的問題 但是英國本身就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 而每做任何一個決定都應該要適合這個行業 而當時他也特別提到英國國內的汽車行業 本身就是一個出口驅動型的行業 意思就是什麼意思就是本身英國所生產的汽車 根本就不能夠可以在本島上消耗得光 你是必須要出口一部分來對賺取收入 還有一點就是英國的汽車行業 一直都沒有對來自中國的嘉年物美的汽車有任何的投訴 這一方面跟美國就很不一樣 美國為什麼會對中國的汽車加徵關稅呢? 他一開始是這樣的 通常就會進行調查 那為什麼會進行調查呢? 原因就是一些汽車行業或者企業向美國政府投訴 就投訴中國的汽車可能有傾銷之嫌 拿這個來一個借口的 但實際上英國就沒有人說會投訴中國所生產和出口的汽車 既然沒有人投訴 政府也沒有理由自把自為地向中國產的電動車加徵關稅 還有就是英國政府在另一份聲明裏也特別強調 在任何解決方案特別需要考慮到英國汽車行業的出口 同時也需要根據英國經濟繼而進行調整 這句聲明基本上也是說了等於沒有說一段黑套說話 而中心思想就是 英國是不會跟其他國家一樣對中國進行徵收關稅的 所以結論就是目前英國和美國及歐盟部分的國家 他們都是以保護本土汽車企業為名 向中國車企徵收關稅 這種態度是很不一樣的 在今年4月的時候 英國汽車製造商和貿易商協會的首席負責人 Mike也都向英國的業界說了一番說話 要知道這是英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行業協會 而這名CEO也都呼籲更多中國的電動車進入到英國市場 這種做法不僅能夠有效地降低英國電動車的價格 同時也能夠鼓勵英國汽車產業進行行業創新 使得能夠令消費者和汽車行業處於一個雙贏的局面 我認為這句話都說得非常得體 沒錯 引入競爭自自然然就會為消費者有一個更為好的選擇 同時也鼓勵得到本土企業需要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一下他們的產品 繼而則能夠在行業上有所提升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會顯示出新能源汽車的成長速度 而且這幅圖也只是標示了一些中國產的新能源汽車 從2010年就有少少汽車是中國產的就在英國登記 去到2016年反而就真的沒什麼了 但之後就一直穩步上揚 每一年都出現非常可觀的增幅 這幅圖表又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著在英國馬路上所登記的車輛 也都逐年去在百分比上有所增加 在過往的時候 新衛城政府就曾經考慮過要對中國產的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不過同時當時的英國商業和貿易部部長Dominic Rapp 在國際論壇上就不強調要進行反補貼調查這回事 反而還特別邀請中國的電動汽車製造商 希望他們能夠去英國投資設廠 同時也口口聲聲地說即使中美關係很緊張 也不是意味著英國要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落閘的 這句話亦都突顯出英國的政客最厲害的就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又說鬼話 既然當時的新衛城政府都說要求對中國製的電動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但他當時這個政府手下的一些部長所說的就很不一樣 並且更加希望中國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去英國投資設廠 估問論去英國投資設廠能否有利可圖 但說出這句話其實或多或少也是在打自己政府的嘴巴 不過保守黨的政府在過去那段日子裡的政策也反覆無常 這一點也遭到工黨多次批評 這個沒有他 因為保守黨執政了那麼久 換手上也換得非常頻密 這麼頻密地換手上很自然的一些承諾或一些說法 一換人之後就會改變 如今目前大多數的英國專家都表示 工黨政府對中國的政策其實一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而美國如今就是視中國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而作為美國最密切的盟友也不能在政治態度上對中國太過友善 我認為這個也很合理的 你沒有可能一邊罵人一邊又對人友善 那誰先罵人呢? 這個也是英國先罵人 又罵中國有人權問題 新疆又有人權問題 又強迫勞動這些麻煩的事情 但其實沒有一個能夠拿到確切的證據出來 最厲害就是怎樣呢? 就是在Google找些衛星圖片 就說這個建築就是抓些維吾爾人進去強制勞動的地方 這些說法根本就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如今就已經沒什麼人再提了 但也是偶然有些人借這些內容來對圈掩 國與國之間的敵對狀態 我認為也沒所謂的 反正中國就不會傳你謠的 傳謠傳得最多就肯定是英國傳媒自己的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在英國的傳媒上 都對關於中國的事物都抱持一個懷疑 甚至乎批評的態度 不是說不讓你懷疑或者批評 而是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我們稱之為 agenda 設定來做新聞的 目的就是要向觀眾帶出一個對中國鄙視或帶有敵意的態度 不過經濟學人說到這裡也特別批評一下 如今的工黨政府根本就是與主流的西方國家背道而馳 至今仍然對中國的電動汽車表示歡迎 要知道英國作為五大先進製造業之一 同時也是英國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就是汽車製造業 這個行業要轉型的話 就更加需要受到政府重視 而且政府在減碳牌的政策上 如果多採用中國製的電動車 那就時半功倍了 但是現實就是英國的電動化市場 就一直處於低迷的狀態 在英國的議會的相關文件更加顯示 目前電動車在英國的市場 只是佔大約3.1%左右 至於英國汽車製造商協會又怎麼說呢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又是汽車生產過 同時也是出口過 而中國今年以來也都一直加快發展 他們的電動車這個產業 同時也體現出明顯的規模優勢 而中國的電動汽車 在可見將來 相信是會在英國大行其道的 重一點就是 中國的電動汽車 在英國的市場裏 也可以為英國的消費者 提供一個更為多元 而且價格物美的選擇 這樣做也可以有助 英國推動減碳牌的目標 最後這篇文章也特別提到 英國這個市場 相對於美國和韓國一些汽車企業 中國的車企對英國市場 仍然處於一個起步摸索的階段 不過如今這個情況 就已經開始見到 有不少在英國人來講 屬於名不經傳的電動車品牌 目前正正以一個 嘉年物美的優勢 來搶奪英國電動車的市場 如今中國的品牌 佔有英國的電動車銷量 大約10%左右 這個數字在五年前 只有3-4% 如果再加上中國在電動車產業的優勢和吸引力 相信中國在汽車市場上的權重 是明顯被嚴重低估 事實上有不少西方品牌 尤其是德國的汽車品牌 都有在中國設廠 而根據英國的汽車研究公司 Jato Dynamics的數據更顯示 目前有多大22%英國註冊的電動車 都是由中國所製造的 所以按照目前這個趨勢 不用很久 我們應該都會到處見到 上氣大通、明雀、比亞迪等等的電動車 在英國各大小街頭上遊走 出現這種情況 遠遠串串都是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好處 哪一樣東西抵買就哪一樣東西能夠成功搶奪當地市場 要理解就不是很難的 只不過這樣 有不少政客很喜歡捉弄自己的國民 尤其是要製造敵人的時候 如今中國就經常被這些西方的政客 來到去雪山道士 又經常拿中國來嚇人 又或者在各大媒體上不停製造 一些無理取鬧的文章出來 有些甚至是完完全全作出來的內容都有大把 例如一直傳了很久的 在新疆有強迫勞動的問題 講了很多很多次了 而且不少的伊斯蘭教的國家 都曾經去過新疆到探訪 當地的風土文情 個個都讚不絕口 如果新疆的維吾爾人 也知伊斯蘭教徒在中國受到迫害的話 你猜這些伊斯蘭國家不會向中國投訴嗎? 當然會 但為什麼這些伊斯蘭教的國家沒有譴責中國呢? 就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發生所謂 迫害維米族人或者迫害穆斯林這種情況 反而迫害得多的正正就是這些歐洲國家 甚至乎連英國也是這樣 較早前的蘇聯有很多次都是專門針對英國的清真寺來破壞 可想言之西方的民主社會在今時今日看來真的漸漸退色 對於部分人更加失去了他們的宗教自由 那麼這些問題到底又有多少英國的政客會真的能夠勇於提出呢? 暫時都沒見到一個有這樣的人 就算有都是非常少 因為對中國抱有敵氣目前仍然是屬於西方社會的主流民意 所以對執政者來說 你一方面呢 你又不能夠愧虐民意 但同時你也需要誠實地去審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 正常的人就應該要是這樣 但是很多政客本身都不多正常的 我覺得 所以這些謠言呢 我相信都是會繼續傳下去的了 至於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就說到英國其實真的沒得選擇 英國根本就沒有條件和中國展開貿易戰的 始終英國的規模 我所指的是經濟規模 比中國小很多 人口又少很多 所以你說有什麼必要 英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要出現對抗才行 因為英國連對抗的本錢都沒有 既然是這樣 就倒不如全面擁抱 總括來說 英國政府如今有這樣的選擇 不跟從歐洲以及美國的方式 來向中國產的電動車徵收關稅 這個決定是非常明智的 好 今節就和大家講到這為止 下次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